隆重介绍一个我们苦心研发了多年的专业仪器设备 就是这个东西 通过观察这个东西 它的摇头幅度 我们可以了解一部车 它的行驶是不是安稳 是不是有百万级的那种做飞毯的感觉 今天我们就靠它了 因为今天我们的研究课题 是车的乘坐品质 行驶品质 我们第一个研究对象是这一台 大家已经看过无数次的极客001了 这是我们自己的车 但今天这条依然不是长视频 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专项研究 极客001的行驶品质 到底是不是很多人说的 达到百万级的水平 是不是在30多万的这个价位里 它行驶品质就是顶尖的 那作为对标呢 我给它找来了一个研究的对标的对手 就是这一台蔚来ET7 它也是一个新能源车 也是中国品牌的高端轿车 而且它的底盘也是标配空气悬架 那这个ET7它的行驶品质 我觉得用来跟极客001两个车放在一起比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虽然ET7它会贵一点 去到了50万左右 但是我觉得今天这两部车 放在一起比还是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一个进一步的对标 看看中国品牌新能源车 现在到底在底盘的行驶品质上 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所以我又请来了另外一个对手 就是这一台了没错 奔驰的S-Class 这是最新的W223最新一代的奔驰S级 S级的行驶品质我想在业内应该大家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吧 除了那种500万的什么劳斯埃斯 300万以上的宾利以外 在100多万这个级别 大家会公认S级的乘坐品质应该是很好的 今天我把这三个车放在一起 我们来专项研究一下底盘行驶品质 或者人的乘坐品质 不曾在说谁抬举谁或者要贬低谁 这三个车其实价钱有些不一样 但是就我试驾下来的感受 我觉得他们的行驶品质确实是买家 喜欢他们看上他们买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下面我们就来做一些比较专业的 当然也带点主观的乘坐品质的研究 我们还是回到仪器设备上来带上它 先提醒一下大家还没有关注我这个B站新号 大家车YYP的朋友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我这个号所有的评测都是基于实测 详细的长车评来告诉大家每一部车的优缺点 下面我们就结合今天的实地体验 来讲讲行驶品质这件事 我先来讲讲我们这个仪器设备是怎么用的 这个狗头它会摇晃 摇晃就会随着这个车身的摇晃 你会看到这个狗头摇晃的姿态 我们可以把它放在车子的座椅上 或者中控台上甚至是地台上 然后就可以知道这个车行驶中的晃动和振动的幅度多少 然后我们通过对比三个车的幅度 就可以知道哪个车的行驶品质更好了 大家这样看一下是不是觉得这个车是很科学 很客观非常的可视化 但是我告诉大家实际上这个测试是不行的 是不科学的 是不能这样测的 为什么呢 因为车的行驶品质其实是一个跟人体深度相关的一个 我都不说它是一个学科 这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很玄学的东西 虽然我自己在当年我学汽车工程的时候 我在我们学校也做过关于行驶品质的一些课题的研究 当时我们用的仪器设备是一个像坐垫一样的东西 然后那个坐垫会连着很多的传感器接到一个非常专业的仪器设备上 那个坐垫在测试的时候是需要放在一个成年人 我记得当时标准应该是65公斤 放在成年人的屁股底下坐在这个汽车的座椅上 这样把它压住 然后汽车在一些标准的烂路上行驶 然后行驶完之后通过这个坐垫的一些采样 然后把那个振动的频谱化成一个曲线 然后再去对比这个曲线 不同的车之间可以对比 然后去研究哪个地方的曲线 它的波峰波鼓怎么样 它的频率怎么样 那个是比较科学的 但这个东西它是完全不科学的 原因是它放在这个椅面上 这个椅面它并没有人体的压力压上去 所以它并不能反映这个人体压在这个座椅上的体感 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些硬的地方 其实一个车行驶的过程中硬的地方的颤抖 并不代表你人体感觉到的颤抖 因为人是坐在座椅上的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完了 今天其实没它的份 今天我们不会这么不严谨 我们今天还是相对的严谨 但我说的严谨 其实主要还是靠我的身体 靠我的屁股 靠我这个越车无数的屁股 我坐过的车 开过的车 应该没有5000都有3000-4000台了 所以就靠我这个屁股 今天来跟大家讲 到底行驶品质是什么 到底这三个车行驶品质有什么差异 那行驶品质是什么呢 我简单来讲 无非就是两大类 一个是声音 一个是震动 声音包括什么 一个车行驶的时候的声音 包括你听到的风噪 还有外面的环境噪音 关上窗之后 通常可以隔掉一些环境噪音 还有底盘的路噪声 底盘路噪声 包括轮胎在地面滚动的声音 悬挂在敲击地面的一些坑洼的时候 悬挂那个敲击声 还有碾过一些砂石 积水的时候 打到车底上的那些声音 这就是整体的声音 当然还有发动机 就是动力系统的声音 还有传动轴子也会有声音 电动车虽然它没有发动机声 但它电机也是会有声音的 这就是声音场面 然后在震动场面 我们人坐在车上能感觉到震动 就包括这个车在转弯的时候的那种晃动 在路面起伏的时候 上下的抛跳 是吧 还有在过减速带的时候 它抛起来的时候 它能不能把你很快的稳住 还是说它会有余症 还有在过一些细碎路面的时候 那种细微的 让人麻麻的那种震动 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这张座椅 它能不能帮你去隔绝震动 从理论上说 如果我们用一张超级特别软的座椅 像那种水床一样的座椅 就算你的车的底盘震动再多 它也可以通过座椅来隔绝 但是汽车的座椅它要供人长期乘坐 它要考虑人的安全性 等等这些因素 所以它不可以坐得无限的软 所以综合这些因素 噪音震动还有座椅 还有这个车行驶的那种平稳性 转向对于人的干扰 动力系统的顿挫对于人的干扰 最终构成了一部车我们说的 乘坐品质或者行驶品质 这个词在英文叫做right quality right就是代表 行驶乘坐在国内 我就把它比较笼统的叫做乘坐品质 今天我们就来研究 这三部车的乘坐品质 其实也不是说要找出谁更好 我们是想通过这个研究 能够让大家知道 我们去评价一个车乘坐品质的时候 到底是怎么评价的 到底不同的车的乘坐品质 会有什么特性上的不一样 不同价位的车乘坐品质又是不是一定会分出个369等来呢 下面我们就来实地测试 我们先从这台极客001开始 这个车我就无比熟悉了 也在这条我非常熟悉的烂路上面开始 这个路有两个很高的减速带 直接这样点着油门过 这车真的很平稳 它的动作是很快的 它的悬挂可以很快地去化解路面那些变化 它也会有路感传上来 你碰过一个井盖的时候 井盖上来的冲击感其实也是挺直接的 但是直接过后 极客001就可以很快地稳住它的车身 包括现在这个路细碎震动是比较多的 但是坐在这台001上面 几乎从我的屁股 从我身体就感觉不到什么细微震动 就是一种很和谐的感觉 然后有一些高一点的减速带的时候 啵的一下 这个车有一点运动感 啵的一下 车马上就安定住了 所以我觉得极客001的一个主旋律 它的关键词就是安定 这部车的安定感真的是做得很好 这种安定也会延伸到 这台车的高速的表现上 路面有一些起伏 很大的起伏的时候 这车都是很稳的 你看现在马上要掉下去了 掉下去 它那个空气悬挂 就是好像真的有一点飞毯的感觉 它明明路面在起伏 但是它就会弱化这种起伏 你看到路面幅度很大 但是你过的时候 车身到你身体的幅度就是变小了的 还有在路面上去做一些便道的时候 其实我用舒适模式的话 我会感觉到这台车还是会有一些晃 但这个空气悬架它可以降下来 降到运动模式之后 降到低位之后 它的晃动就会小一些 不过今天我们对三个车的评价 全部是用舒适模式来评价 因为我们就是评价它的乘坐行驶的舒适性 我不管它们工程师设定的舒适模式 是不是最舒适的模式 其实有时候走高速的时候 我觉得用运动模式 从乘坐体验来讲会更舒服 但是不管 反正工程师说它是舒适 我们就把它当作是最舒适的模式来试 极客001在这个舒适模式下 左右两边会有一些晃 但是上下的安稳性是非常好的 我给它非常高分数 静音方面 这台极客001 其实在时速100公里巡航的时候 我不会说它是一个特别静谧的车 因为你还是会听到一点点的环境噪音 会听到一点轮胎在地面上敲击路面接缝的声音 甚至我从前方这里 我们这台车开了将近2万公里了 我能听到一点点电机传来的声音 但是这部车它真正厉害的是 它的速度再往上走 时速100跟时速180的时候 这部车的整体的隔音的感觉 基本上是一个水平 这是极客001隔音最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的静音的预值非常高 对于喜爱开快车的人来讲 你开多快都不会受到噪音的滋扰 下面来到这回测试的一个地域路况 就是前面有一个铺得不太好的路 它会有一个特别高的桥头跳 就是那种规备位置 这台车我会用时速80来过 是一个很快很离谱的速度 我们就来看看感受是怎么样的 空气悬架舒适模式 时速80 看起来都很高 来 哇 这种安稳 其实这个路我开极客001走过很多次了 它真的就是眼看着一个很大的跳起 但是它一上去就趴在那了 就不动了 下来也是轻轻一下来 它立马就定在那了 这种安定的感觉是很神奇的 它这个底盘的悬架的主力和悬架动作 真的就是匹配得非常非常好 下面我从极客001的前排来到了后排 今天我们这个研究少不了对于后排的体验 坐在后座上 细微的振动要比前座要大一些 其实这也是几乎所有车的一致的特性 一般我们坐这些轿车也好 SUV也好 你后座因为离后轮离得近 所以震动是比较直接一点的 还有就是后座的噪音通常也会比前座要大 至少现在我们走在这些比较细碎的这种 破损一点的水泥地上的时候 我感觉到的听到的后轮滚动的噪音是要大一点 但总体上还是一个比较舒服的体验 包括现在在转弯的时候 这台车因为它车身真的够宽够大 所以转弯的时候我在后座也不会觉得车子会很晃 当然跟前排是有一些落差 前排的感觉是更安定的 在烂路上开快起来之后 这台001的后排听到的感觉稍微有一些松散 当然跟我们这台车开了将近2万公里 可能也有一点关系 不过这种松散感在我们讨论行驶品质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比较主观 但是又非常显著的 非常容易判别出来的东西 因为悬挂跟轮胎它在运动的时候 如果它有矿量了 它就会有一些松散 但如果它很紧致的话 它那个感觉就是厚实 这台车现在在后排乘坐的感觉就有一点点松散了 下面又来到地域飞跳位了 我把这个打起来 让大家看看我的身体的贴伏性 还是时速80 不经意的跳 下来 大家看到我的动作吗? 其实我的屁股有被弹起来那么一点 就是后面的弹跳是比前面要大一些 但是真的一弹起来立马又定住了 下去那一下也是 身体感觉到的上下的G值 上下的冲击的幅度是比前排要大 但它依然是保持了那种 一弹起来马上稳住的那种感觉 这种特性很棒 在这种中高速巡航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怎么去评价一部车的后座的行驶品质 其实很简单 就两个动作 一个拿出你的手机 打开一个文档 尝试在行驶的过程中去看一下文档 看一下文章 你去感觉一下 你盯住这个屏幕看文字的时候有没有难度 有些车它颠簸比较厉害的时候 它震动来的比较直接 这个手机是会一直这样在这里晃 就是你把你的手顶住这些门把手这种位置 你不要这样拿 这样拿你自己天然有一个减震缓冲 你把你的手放在跟车身连为一体的地方 这样你就可以通过车身传递的震动 然后你人体本身有一点缓冲 但是你还是能看出来这个车 到底能不能让你很安稳的看手机 像这台极客001就没问题的 基本上有一些 你看现在有一些晃动 有一些桥头跳 但是整体上还是很安定的 我还是可以比较舒服的看手机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你盯着这个车窗 眼睛看外面的景色 比如说看外面的绿化带 看外面的栏杆 眼睛盯住它看的时候 你感觉一下你的车身 你的身体跟外面的景物之间 它是一种怎么样的相对动作 基本上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 你的车身有没有在晃 有没有在大幅度的跳动 包括盯住前方远处的路面的地平线 你也是能够看出来 我车身有没有在晃 当然你要试过足够多少车 你才会知道这种晃动的幅度多大多小 才为之好才为之不好 今天我们就会三个车横向比较一下 我现在可以跟大家讲 就是极客001这个后座 总体上还是很安稳的 看手机没问题 盯住外面看也不会觉得晕车 其实这台车在刚提回来不久的时候 我们但凡坐过后座的同事 都觉得后座成的品质是很好 甚至有两三个同事是发出过感叹说 三十多万的国产电动车 后座都舒服成这样了 这些老板们还买什么奔驰S级 还有必要买S级吗 这个后座已经这么宽大 这么安静 这么平顺 这么安稳 这么舒服了 但到底是不是呢 下面我们就来研究一下另外两台车 看看极客001的舒服程度到底在哪里 其实今天我们的试车顺趣就是001 ET7和S-Class 我现在也只体验了001 所以我也不知道另外两台车 到底表现会怎么样 下面我们就带着悬念去ET7 第二台车 蔚来ET7 还是从这两个高高的减速带开始 其实刚才我有一次开这个车 过这个减速带同样的速度 它的底盘有点到底了 就是车底前面那个底板 轻轻地蹭了一下减速带 感觉这个车在应对这种大的起伏的时候 没有极客001那么从容 就路面是起伏的 这个ET7它的车身也会呈现出这种起伏的姿态 日常行驶还是很有高级感的 细碎震动过滤的尤其干净 基本上就不会感觉到有那些很廉价的 细细微微的很麻的感觉 不过在过一些深的颈盖 或者凸起来的那些减速带的时候 这个车的感觉还是比较生硬的 这生硬 我觉得都有点像跑车的悬挂了 静音方面 这台车其实在时速100-110的时候 整体的静谧性跟001差不多 但是它的胎罩明显要大一点 尤其在过一些路面接缝的时候 轮胎敲击路面接缝的 传上来的声音是比较明显的 还有就是在高速上 如果你要超速 你超速比较多的情况下 这台车的隔音就明显没有极客001那么好了 其实论底盘特性 这台ET7如果你把它放到运动模式 或者运动家模式 它底盘会变得非常紧绷 就形成很短路感非常清晰的那种感觉 就很像一个跑车 这种感觉在今天另外两台车上是没有的 但是我们毕竟今天还是讨论舒适性 我就还是放回舒适性 还是让它的底盘松软一点 但是它即便就在这种松软的调校 松软的底盘高度下 它依然是没有办法去掩盖它那种 带有一点跑车的特性 这个我觉得是ET7这个平台的一个特点 下面来到80公里地域飞跳 看看运动化的底盘会怎么样 动作还是不错的 它跳起来这种明显你就感觉到 它有松软的一面了 因为在舒适模式下 它就是悬挂形成就变大了 主力也变小了 所以初段好像很硬 就碾上去那一个瞬间 它好像会有点硬 但是一下来之后 当它需要软的时候 它立马就变软了 它的冲击主要是在初段的 但是真正后段就没有什么冲击了 还是比较绵软 比较舒服的感觉 你看 下面我还是摊完 我试试用运动模式来过这个桥头跳 感觉比舒适模式要更好 这就应了我那句话 其实未来这套驾驶模式 最舒服的并不是它的舒适模式 在很多的路况下 其实用运动模式会比舒适模式更舒服 这种舒服就是它的幅度会更小 所以有时候我不认为说软的底盘 就一定比硬的底盘舒服 我们还是要看我们人体感觉得到的 那个上下幅度 它那个波动是怎么样的 你看这里有一个比刚才更高的一个跳 刚才用舒适模式的话 这个ET7会有个明显的拉不住 就是晃起来有一个很大幅度的晃动 但是用了运动模式之后 因为它晃起来那一下 它又没有晃那么高 它一下就把这个车的抬起来 那个高度给拉住了 所以它的幅度整体 反而控制在一个比较小的水平 就你的体盘调的越软 其实遇到大冲击的时候 有可能你的动作就越多 越大 越大之后你就越需要时间 去让它平复下来 但是运动模式它拉紧一点之后 可能你感觉震动来得直接一点 但是它消退的时间也更短 这个就是很主观的东西了 应该说如果你在那种 比较高速的起伏路的时候 用运动模式一定是比舒适模式要舒服的 在这台ET7上 但是你用了运动模式 如果你遇到路面上有一些破损的路 那种很大的坑挖 大的减速带 大的井盖的时候 它那种底盘的生硬 那种细碎 那种冲击的那种松散感 又一下子让整个车的高级感都没了 所以这是很矛盾的 还是回到舒适模式 我觉得这台ET7 在舒适模式的底盘调校下 它那个安稳性是没有极客001那么好 极客001我会达到9分的话 ET7在舒适模式下 大概就是7.5到8分 来到ET7的后座 现在我们在一个环岛上 我刻意让驾驶员同志 比较快的 比较粗暴的去打了一下转向 感觉还行 因为这车真的是够大 座椅也宽大 这么大的车 它的底盘又带一点运动属性的话 方向盘的这种动作 对于驾驶者的影响就没有那么明显了 总体上还是比较稳 但是这段路是水泥地面 我现在坐在后座 明显听到底盘的轮胎滚动声 比前面要更大 很大层面上 这台车后座的细碎震动的隔绝是 依赖这张座椅 它这个座椅的表面还是比较软的 座椅也比较宽大舒服 但是你还是能够通过耳朵 通过你的脚底 尤其在这种位置 能够听到底盘的那种隆隆隆的 跟路面的那种沟通 这个对于后座乘客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前面又来到80公里飞跳位了 看一下 大家看我身体 被弹起来了 而且弹起来这下明显就靠安全带 卡扣把我卡住了 我直接就靠安全带把我固定在座椅上 明显它这个弹跳的幅度是太大了 我相信如果这里坐三个乘客的话 刚才那一跳大家一定会 哇 然后就你怎么开车的 这个司机 你怎么开车的 大概就会是这样的反应 实际上 我们要比较体谅ET7的驾驶者 其实跟它没有关系 主要是没选对模式 我觉得会不会选运动模式 那个弹跳来的没有那么大 我们再试一下 我还是被弹起来了 但是这个幅度真的没有舒适模式 弹起来幅度那么大 要舒服一点 现在我们是在高速公路上 时速110、120这样在巡航 路面还是有些起伏的 这时候我掏出手机看了 我就发现 在ET7上面看手机 是比在001上面看手机 稍微要艰难一点 因为它的整个车上下起伏 那种动作真的是要多一些 幅度也要大一些 这个车在乘坐的安定感上面 确实是不如001 然后它这个窗看出去是个大屏幕 它这个窗线很低 视野很好 但是只要路面有一些震动 有一些起伏的时候 它这个大屏幕的颤抖 屏幕的抖动是比001要多一点的 挺明显的 下面我就很想知道 这两部中国品牌的车 如果跟业内的顶尖的塔尖去比 到底还差多远呢 我相信大家也很想知道 李大爷到底是不是李大爷 下面我们到李大爷上面去 好了 我们来到大奔上 这台是S400L 这个车过减速带的感觉是硬中带稳 它的车轮如果遇到一些高的减速带 或者大坑的时候 砸下去那一下也是挺硬的 砰的一下毫不留情就砸下去了 但是它砸下去之后 它那个车身还是很稳 然后过那种高减速带的话 那感觉也是瞬间就贴腹的 贴腹感好过ET7 跟极客001相比 极客的总体感觉还是要软一些 而这台S级它的粗段调的好硬 这个有点出乎我的意料 就走一些破省路的时候 它的轮胎撞向坑洞的时候 传上底盘的那种 砰砰那种声音 是今天三个车里头最响的 你也可以说它的底盘的噪音的控制 尤其是悬挂照应的控制 似乎是三个车里头最大声的 可能德国的车子走的路都比较好 又没有我们这么多的烂路 就这台车如果走烂路的时候 底盘那种隆隆隆的声音 比刚才我们试的那两台电车都要响 开上了高速公路之后 这个车真的就是很淡定 它的动作有一种慢的感觉 刚才我们开ET7和001我都说 其实它是在快中取稳 而现在我开的这台S级不一样 它不会很快的去反馈路面的变化 甚至它是在抹掉这些路面的变化 然后抹掉之后 它又不完完全全的化解掉 因为这个车在过一些起伏的时候 它是有余震的 有余晃的 你看我现在过一个 看到吗 晃晃晃晃晃 看到吗 大家有没有感觉到 就我的身体就是有几个力 分几次这样压到座椅上的 整体上这个S-Class 它是我们三个车试下来最软的一个 也是反应最慢的一个 就整部车它的车体在路上走的时候 那个动作有一种慢半拍的感觉 这种慢是高级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慢生活慢节奏 你都是要有相当财力 相当底气的人 你才可以过这种放慢节奏的步调 这个车就有这种感觉 静音表现上 这台车如果放在油车的世界里 它的静密感是一流的 就100到110之间巡航的时候 整个车很高级 但是风噪比我预想的要明显 这个地方现在就时速100公里 都会听到一些风噪声 然后当你把速度提起来之后 这个风噪声就急剧的增大 所以这个车我觉得它最舒服的速度 也都是80到100公里这种 就慢悠悠的在行驶的时候 它有那种搭车压马路的感觉 压住马路而且是悄无声息的 而且你想象到前面还有个内燃机 内燃机还能做到这种悄无声息的感觉 那就是高级 那就是精细 那就是工艺 那就是很好的东西 在老世界里很好的东西 但是在新世界里 人家电动车天然就没有这些内燃机的问题了 下面来到地域考验 时速80 瞧头跳 看看这台大车的表现 就车轮上桥的那一下跟地面接缝的冲击是有些大 但是车体的动作倒是拉得住 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平稳的 对得起它的舒适模式的称号 我现在就在用舒适模式 这个舒适模式 从乘坐的体验来讲真的是挺舒适的 但是它那个悬挂撞机声 还有底盘的胎罩声 这个我觉得它没有办法通过调教去抹平 那个就是悬挂的天生的一些特质问题 不过这个悬挂本身的阻尼 底盘的设定 我觉得它那个底盘的衬套 就不太适合走中国这些很多接缝 很多坑洼的这种路 最后补充一下我现在开的这台 是S400L的入门版本 它不是S500L 奔驰去到S500L 它还有一个摸毯的悬挂 就是整个悬挂的控制会比这个更高级 那个行驶品质应该会更好 还有我们现在这台车它是19寸的胎 而未来ET7是20寸的胎 极客001是21寸的胎 按照我的传统理念 19寸胎应该是厚一点 西阵应该好一点才对 但是现在三个车恰好反过来 就奔驰这个19寸胎 它在路面遇到震动的时候 那个冲击感是最生硬的 坐在S级的后座 本来这个氛围 这个腿部空间是很高级的 但是我现在让司机开车的人 粗暴地动一动方向我发现 它转向一扭的时候很敏感 这个侧向力立马就传到我的身体 跟我的座椅之间都能感觉到 那个侧向力 所以你买这个车 你一定不能请一个太兴奋的司机 这司机必须是沉得住气 还有我现在坐在后排 还有感觉后座的细微震动 也是明显比前座要多 这个落差没有蔚来ET7 落差那么大 但是这个后座还是能够 从我的靠背 从我的屁股明显感觉到很多的细碎的震动 这好像对于一台S级来讲也不太应该 那种感觉就是 我会觉得这个车的座椅太硬了 其实它座椅的表层也是软软 你看它这里也做了一些软的 但是就还是有一种座椅硬的感觉 原因就是细碎震动有点多 下面直接去80公里桥头跳看看 还是跳起来那一下挺直接的挺硬的 但跳起来之后这个车确实很快稳住了 不过它好像没有给我一个缓冲 它就一跳然后一稳 下来那一下也是一下砸下去就稳住 这个感觉 其实从舒服的角度来讲也弹不上舒服 因为它并没有化解震动 就桥头跳是那么大 我身体我所能感觉到的 那个跳动还是那么大 只不过它的幅度也就没有放大 它没有像ET7那样 把幅度进一步放大 让你觉得难受 让你觉得抛得很厉害 这个车其实它控制住了幅度 你看就像这一下它也是控制住了 但是它也没有去美化路面 这一段是减速带 我在后座也是感觉到很直接的 这种轮胎滚上去的动作 然后开快了之后 这台S级的后排的乘坐感 我觉得底盘的路照还是偏大 风照还是有一点 但是它没有前排那两个A柱 有那种风风风的风照 这个现在后面的风照要自然一些 这部车其实看手机是高分的 就看手机的感觉是挺舒服的 因为它整个悬挂的动作是慢的 上下起伏也慢 就算路面有一些大的震动 你虽然听到轮胎 崩崩崩在敲击路面 但是实际上你的身体感觉到了 上下这种起伏是慢的 所以看手机不会说看到眼花 但是它的底盘总体上那个动作 还是没有极客那么稳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通过我 通过外面都能看得出来 就是你眼睛盯在外面看的时候 它车体的那种上下的运动 也还是动作比较多的 比较busy 就是比较忙碌的 在处理路面的信息 后座比前排这种感觉要明显很多 就连这个司机 你看他刚才超过车 他这样一晃 我也能感觉到 这个真的不是从前大家印象中的 奔驰S級应该有的那种乘坐表现 真的你不这样比 你是不知道的 我这样比下来就真的是挺明显的 来到总结时间 在我身后只有两台车了 朱莱的S已经还掉了 但这个也比较符合我做对比的一个初衷 其实我就是想了解 这两台中国品牌的旗舰新能源车 到底他们口口声声标榜的行事品质 放在全球的业界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今天把S级作为一个标杆拿过来比 还是能比出一些结果来 下面我就用一个小黑板把一些要点列在这里 给大家再梳理一下 可能前面在车厢里面讲的还是讲的有一些复杂 简单来讲这三个车它的优点 我觉得概括起来都是稳和高级 其实三部车你乘坐起来在马路上行驶 还是比绝大部分其他的轿车都要高级的 但具体来讲三个车的特性有一点差别 就极客001是一种轻快的稳 然后蔚来ET7是一种清晰的直接的 但同时又稳的感觉 然后奔驰S400是传统的那种慢悠悠的稳 就三个车那种稳态是有些不一样的 那总体上都是高级的 然后下面说缺点这个比较重要 缺点我们首先看看奔驰S400L它的缺点 我列了三个一个是生硬 它在走一些烂路的时候 包括减速带的时候 那个轮胎撞上那些勾勾砍的时候 那种勃勃勃那种生硬感真的是很明显的 很容易能感知出来不应该是百万级的车 会有这种感觉的 然后就是风罩 这车100多公里的时候风罩 尤其前座的A柱风罩有些明显 再来就是它的燃油的动力总成 变速箱的那种轻微的顿挫 在另外两部完全没有顿挫的电车面前 还是能感知的到的 然后再来看未来ET7 我觉得它的最大的最明显的一个不足 就是它的路感 只要那个路面不是那种平滑路面 这个车的路感都是比较鲜明的 那还有一点是反映它的调校功力的 就这个车的舒适跟运动模式 两个模式的调校都不够到位 舒适模式太浮 运动模式太硬 这两者它没有很好的兼容 所以底盘的调校方面 我觉得是有缺火候的 然后再来看极客001 其实这台车我能挑到的行李品质上的缺点 一个就是低速的时候 它的噪音有些明显 整个车厢的那种静密感隔绝感 没有另外两台车好 还有一个就我们这台车 因为车框的原因 将近两万公里了 走那些碎石路的时候 前悬挂有一个明显的松动 这个估计也是车框原因了 好了下面这个是静音 我把它单独拎出来 这回我是没有用仪器去测噪音的 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上 已经有一些很资深很专业的人士 他们在做这个噪音测试 我觉得数据也非常可以采信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 那我们体验出来的静音的感觉 我把我开的感觉告诉大家 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线图 这些水平线的话 底下是低速上面是高速 奔驰S级呢 它在低速的时候是最安静的 然后高速的时候 这个噪音增加比较明显 然后未来ET7低速的时候 其实感觉还没有奔驰S安静 但是高速的时候呢 它又比奔驰S稍稍好一点 这个就是S跟ET7 但是极克001这个车也比较有趣 它低速的时候不算很安静 但是它高速尤其去到 特别高速状态的时候 它的噪音增长是很细微的 这个就是001 所以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 其实是极克001的静音 然后最后给大家一个 这三台车如果你要买的建议 首先极克001我标了个空 不是说没有建议 是你如果关注行事品质的 一定要选择带空旋的版本 今天我们测的车是有空旋 如果没有空旋的话 我觉得在很多方面肯定是 优势没有这么明显的 然后第二个未来ET7呢 我写的DNA其实讲的是 你要理解这台车 它有相当强的运动的DNA ET7这个底盘是挺运动的 如果你爱开快车的话 这个底盘很多功力啊 稳定性啊极限都是很好的 但是它这种运动基因 也直接带到了舒适性的层面 影响了它的舒适表现 然后奔驰S级 我画了一个标 电动车末式 如果你要买奔驰S的话 你就不要去试这些旗舰的 电动的轿车了 你试完之后会发现有一些落差 真的是这种感觉 当然奔驰S级最近这两代 我也认为它的行驶品质 是略有下滑的 同时你如果横比的话 S级跟宝马7系 和奥迪A8L相比 其实在行驶品质上 也都没有什么明显的优势的了 宝马7在底盘的舒适度方面 我觉得某些方面 比如说抗冲击能力 还好过奔驰S 好了以上就是这三部车的 行驶品质的一个横向的比较 这些东西都是靠我的屁股试出来的 不是凭空说的 当然这东西一定存在主观 我也希望大家自己去试车 无论你的车是任何档次级别的 今天我们试这三个车 其实行驶品质基本上 都是在业内属于百万级的 但是大家如果是开的普通的家用车 也可以用我今天提到的很多的 测试体验的方法 那些关注点去看一看你所关注的车 你打算升级换购的车 它的行驶品质跟你现在的车有没有进步 大家以后再向我提行驶品质 或乘坐品质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也更加清楚我们到底在讨论什么 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这期节目 希望能够帮到大家在选车方面解决一些困惑 这两台车后面两台车也确实很多人 问我它的行驶品质到底怎么样 希望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今天给出了一个业内最详尽的答案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的条视频 希望大家喜欢 喜欢的话记得一键三连点赞收藏转发 如果你身边有朋友 关注今天我们谈到的三台车 或者关注乘坐品质这个话题的话 欢迎把我们今天的节目推荐给他 谢谢大家拜拜